荔枝比史 它說質量2公斤的物體 它的粗速是3公尺每秒 如果是一外粒 它的粒跟時間的關係 是這個樣子 那方向與粗速度垂直 就是說 這個粗速度如果往這邊的話 粒的方向是往這邊 這個V0 我們假設粗速度往東海 那V0的話就等於多少 就等於350 那F的話就是往北 那現在的話 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 它說6秒墨物體 是速度大小 我們看它的充量 充量等於動量變化 充量等於 等於往北 往北的話 它的大小是Ft圖形線面積 6秒內 就這個面積 是0 這個是 Z的大小 我們在這裡算一下 上底是2 加上下底是6 乘以高2 那除以2 這是8 這是8 充量 這等於動量的 這個是等於動量變化 等於是M 乘以德塔V 就是墨數 減掉的那個除數V0 那M的話是等於2 所以除過來也是變4 也就是說 V-V0 等於是04 42的8 這V0是30 所以就知道 V是等於多少 等於V0過去 是30 加上多少 04 所以是34 是3 那麼他說墨數的大小 那這樣我就知道 墨數的大小 不等到 3的平量加4的平量開根號 3的平量加4的平量開根號 這樣剛好是 所以答案是 好嗎